大家好,我是书包仔 我是在香港来的 上集讲到我的主人乐乐送了我来保护山区的小朋友 他们生活很简单,但就日日都活得开心自在 这个是我的新主人小冬 我们每日都一起上学 书包仔爱众如同一家人 如同源才围绕着我们 哎呀 好彩我现在有你的书包仔 啦啦啦啦啦啦 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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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传过来 呃? 呃? 是啊是啊 耶 喂, 麻煩 可不可以踢个球过来啊 他是不是听不到声音的 那我过去拿回 不好意思啊 我来拿回个球的 你好啊, 我叫做小冬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啊 好高兴认识你啊 下次一起玩吧 你跟他谈什么啊 他都不动的 见他可能已经立即是上场了 是啊, 不要跟他玩了 你还在呢 啊, 让你看看 我今天卢作堂画了一幅画 是小黄花来的 啊, 啊, 啊 啊, 我知道有个地方很多花的 不如我带你去啊 我每天回家的时候 都会收拾柴的 所以, 常常都会见到 很多很漂亮的野花的 是啊, 我都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你这么喜欢花 不如我就叫你做小花啦 啊, 啊, 啊 之后, 小冬每天都会陪小花玩 我们开始见到小花的笑容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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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小花 你现在可以跟我一起玩玩的 你虽然可以跟我一起玩玩癢仔了 真是好了 是啊 我这次过来 是因为有些东西想送给你的 这个书包仔 是香港的乐乐送给我的 是我的好朋友 以后就有他陪着你啦 我相信有一天你都可以回到学校读书的 我们要一起努力啊 乐乐你好吗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我叫他做小花 小花一出生就有脑瘫的 要整天坐在轮椅里 不动得又回不了学 不过他和我一样都是很喜欢读书的 所以我就送了书包仔给他 希望他将来都可以一起读书 在我们这里原来还有很多小朋友 好像小花一样因为脑瘫没机会读书的 希望之后有更多人可以帮助他们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书包仔陪伴我的日子的 希望有更多好像小花一样的脑瘫孩子 有我们的陪伴和鼓励 终有一天可以上学啦 我们怀着真诚的心 带着温暖的祝福 在你宽阔的 在你宽队里面 感谢观看